然后接下来就是带来这首歌曲的就比较跳动 就是就会比较不是那么感伤的路线 这种应该是比较不一青年的路线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好 我去北京的时候写的歌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总共写了两首歌 然后这是第一首 这是这是去年九月去的时候写 那时候会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标语 这个标语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台湾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标语 我觉得很新鲜 它写 歌开的不是车 是寂寞 然后呢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比我肤浅的中文的能力 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句话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懂 就是哦 原来他想要表达东西就是是寂寞这样子 好然后呢 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女人一起去嘛 好然后呢 我就很认真的跟他讲说 女人 我弹的不是吉他 然后女人就很紧张 那你弹的是什么 我是寂寞 然后然后他就讲一句账话 我这边不方便讲 然后呢 对然后就开始就开始 整度就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我喝的不是酒 是什么是寂寞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句话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我那时候在离开北京的那一天 我就就拿起吉他这首歌写下 所以这首歌的名称呢 就叫做 歌开的不是车 然后呢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简单 只有三句 歌开的不是车 是寂寞 然后 妹爱的不是歌 是寂寞 然后第三句歌词是 我唱的不是歌 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歌开的不是车 是寂寞 猜 trials 什么修改的部分 费用再 Bible 我唱的不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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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妻子 你是妻子 我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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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都是歌 我唱的都是歌 我唱的不是歌 我唱的不是歌 更开的不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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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的不是歌 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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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詞曲 李宗盛